这是一碗面 在新疆这叫做汤饭 揪片子汤饭 每到冬季这天气一凉啊 我就喜欢去乌式幸福路的这家开了20年左右的小店 来上一大碗叹叹的羊肉汤揪片子 纯手工制作的小面片混合着鲜美的羊肉汤 哦吼耶 等等 这一期是探店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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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你好 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清然 传统的新疆汤饭呢 调料用的并不多 更加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美感 所以选用优质的新疆羊肉 是指导美食好吃的关键 搭配丰富的配菜 以及纯手工制作的筋道弹牙的小面片 哦吼耶 太赞劲了 我们先准备和面的部分 300克新疆面粉 放入1至2克的食用盐增加筋性 分多次加入天山血水150克 不断用筷子搅拌面粉至絮状 没有天山血水的小伙伴呢 可以用清水代替 愉快地揉捏絮状面粉成团 充分地揉捏 做到三光 手光 面光 盆光 嗯 这次我做的还可以 盖上保鲜膜 洗面20分钟 这次的食材准备呢 我基本上是按照老店的版本准备的 新鲜的羊肉是必备的 咦 你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羊肉很奇怪啊 我当然也觉得奇怪了 不过肉店老板告诉我 这是精品的羊鸡骨肉 看到他真挚的眼神 我决定相信他一次 其余的一些蔬菜呢 也比较常见 有白菜 香菜 木耳 西红柿 土豆 为什么有黄萝卜呢 因为老店版本里用的是青萝卜 我忘买了 就用黄萝卜代替吧 既然是精品羊腿肉 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将它切成小块或小片 像是土豆 萝卜 各种蔬菜 我们一顿子把它们切成小片或小块 哎呀 终于切完了 成就感满满啊 就是好累 但是为了美味 我不能停歇啊 取出被忘记的小面团 揉捏均匀 用擀面杖将其擀成薄饼状 不用太薄 怎么有个纸印 我们假装没有看见它 两面均匀地涂抹食用油 刷刷刷 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置一旁待用 热锅冷油 放入切好的羊肉 不断地翻炒 不断地翻炒至水分基本收干 稻微放一些花椒粉和葱 充分地翻炒 也可以加一些老抽上色 在这一步加一些食用盐呢 可以使味道更足 放入切好的土豆 萝卜和木耳 充分地翻炒至食材基本断生 放入切好的西红柿小块 把它炒化 就可以盛出来了 重新烧一锅水 另一边我们将面剂子 切成长条状 有两种方式将其按成面片 第一种方式呢 是左右手按捏 第二种呢 就是铁砂掌的方式 我还是用第一种方式吧 这个揪面片呢 是特别有技巧的 我们先用小拇指和无名指 加住面片 用无名指跟食指不断地推送 然后按照视频当中的方式 揪面片 我的速度还是有些慢啊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快进的方式啊 揪好后呢 搅和搅和 搅和搅和 愉快地放入刚才炒好的扫子 再次搅拌均匀 一个字 好香 胡椒粉少许 生抽10克 香醋10克 食用盐适量 呃 依旧是搅拌均匀 悄悄地尝一下咸淡 不够的话再添一些调料 毕竟汤水比较多 其实在汤水里再调一些骨头汤 是更美味的 放入油白菜 香菜 蒜 最后一次搅拌均匀 关火 就可以出锅啦 新疆旧片子汤饭 一定要找一个大碗装才够劲 在寒意十足的冬季 看着这热气生腾的样子 真是太满足了 终于可以开吃了 我们先来尝一口小面片 非常的劲道弹牙 我个人呢 更喜欢在鲜美的羊肉汤里 再倒一些醋 开胃 醒胃 暖胃 甚至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来形容它的美了 咦 感觉怎么少了样东西 我记得老店版本里是有鹌醇蛋的 难道是我忘记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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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智的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袋卤鹌醇蛋 我们愉快地将它剥开 不就有鹌醇蛋了吗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卤鹌醇蛋 一口一个 特别攒劲 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跟老店版本就基本一致了 冬季的大冷天坐在暖气房里 来上一大碗攒劲的羊肉汤酒片子 这也太美好了 简简单单 一日三餐 谢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 并点来小铃铛哦 下�cej小铃铛 achtmi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